广帝13名,仅仅比杨幂低一位,以她的吸机能力,即使被称为小富婆也不过分,但是她平时给媒体的印象,确实在有点抠门,赵丽颖常常被网友发现在评价商店购物,甚至是挑选衣服的时候,也去关注那些减价的,这种行为跟她一线当红小花的身份,形成了强烈的反差,而有时候,明明单身的她,却又转职成了家庭妇女的人设, 跟大多数中年大妈一样,骑个小电瓶车去买菜,而去机场排队登机,对赵丽颖来说也是家常便饭,航空公司想赚她商务汤的钱,倒真不容易,以赵丽颖的经济实力,完全可以去奢侈品店购置一身名牌,开豪车请保姆,至于坐飞机头等舱就更不是事儿,但是赵丽颖偏偏如此抠门,吃穿用度跟她的身份完全不符, 赵丽颖看来非常享受这种平常人家的朴素生活,真实而又皆闭气,小编认为,赵丽颖的种种抠门行为,跟她自小的生活环境是分不开的, 她来自河北廊房一个普通家庭,家乡比较落后,较为艰苦的环境,养成了她勤俭节约,吃苦耐劳的美德,下图是网友拍摄的她老家的照片, 赵丽颖曾经在金星秀中,谈到自己的家庭背景,以及对童年生活美好的回忆,她并不觉得出身平凡有什么丢人的, 不理解为什么有人会把出身当作某种评判指标,赢保这种有了成,就厚不忘笨的生活态度,在当下的年轻人中,是非常难能可贵的, 我常常见到一些在一线城市打工的青年,其收入只不过也就刚好能养活自己而已,却刷到信用卡也有弄一声名牌,按揭买一辆好车,最后造成一个可笑的局面, 别看他们在人前人模狗样,回到地下室出租屋后,也只能偷偷吃泡面,虚荣心作祟的结果,只能是打中脸充胖子,在人生境界上,他们跟赵丽颖一比,真是一个的下一个天上, 是的,赵丽颖在生活中真的